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今天開始 標準歸標準 習慣歸習慣 有很多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未必講標準話 你聽這三個字 你說好錢 當然是錢 第一個是letter 第二個是better 第三個是bitter 你要知道 如果你去英國 有很多英國人 讀這三個字的時候 把t字飛出去 讀成 讓我試一下 letter better better 當然我們不想學這些謊言習慣 但是要知道 還有很多美國人和加拿大人 讀這三個字的時候 把t讀成近乎d 讓我試給你聽 letter better better 第一個字明明是letter 讀成好像tie的letter的音 除了兩個t是這樣 一個t一樣照片 好像這三個字 舊錢 第一個是water 第二個是later 第三個是waiter 但是美語 分分鐘將第一個字 第一個響音 讀成啊這樣的音 讓我試給你聽 water 第二個是later 第三個是waiter 而知道別人的習慣 應變就方便些了 英文裡面有很多來自法國的字 舉三個字做例 你查一查英語的讀法 第一個就是cafe 餐廳 第二個就是ballet 芭蕾舞 第三個字就是garage 車房 這個字還可以讀garage 英文的習慣 英文的習慣 將重音擺放在第一個音節 美國人的習慣 剛剛相反 喜歡訪後法國原來的習慣 將重音擺放在第二個音節 因此美語讀正話那幾個字 就是cafe ballet garage 根據上述提出的英美的習慣 有分別的 我們要看看兩個字 第一個英語就是mirage 第二個字就是buffet 美語就是mirage buffet 強調最後一個字 要是你去說buffet 要是你去說buffet 千萬不要說buffet 今天說這兩個字表面很淺 實際上有點麻煩 這個例句夠淺 I can't swim 讀快點 I can't swim 聽不到t 是不是錯呢 不是 完全正確自然 如果你故意加t音上去 就變了有些少許作狀 美語 I can't swim 讀快點 I can't swim 又是聽不到t 會不會引起誤會呢 不會 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 如果你說我懂得游泳 英美都是一樣 CN用弱音讀的 I can swim 就是這樣 只要我真會游泳 要強調的時候 才會說 I can't swim 第二個問題 這樣強調 跟CNT會不會混淆呢 不會 你試一下 你將CNT讀 Can't 然後故意忍住t音法出來 Can't 然後呢 就將CAN強調讀 Can 你會發現 CANT 如果你忍住t音法的時候 會收得很突然的 Can't 你看看這幾個字 相同的地方 都是兩個音節 包括的 全部是ATE 先講英語 先 處理方法 就是把重音 放在第二個音節上 讀成 Dictate Locate Rotate Frustrate 美語 將重音全部放到第一個音節上 剛剛跟英語相反 讀成 Dictate Locate Rotate Rotate Frustrate 現在看一個例句 先用英語 The house is located at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iver 即是間屋位於那條河的對面 現在試一下用美語來讀了 The house is located at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iver 現在這個時候 認識英語和美語的分別是必須的 但是在香港考會畫的學生要留意一點 在香港考試 始終都是跟英語好一點 我常常叫人去查字典 今天就講講字典這個字 先查英語的讀法 你看到音標符有點寫出來 漫條思理 讀得清清楚楚就是Dictionary 平時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英國人的習慣就是偷音 怎樣偷呢 你看到裡面有兩個音 先偷第一個變成鼻音 算數 第二個直接不用 很多英國人讀這個字的時候 讀成Dictionary 好像很短 有個美語 大致上 頭兩個音節的處理方法 跟英國人一樣 最大的分別就是ARY 美國人的習慣 就把A字讀成一個短的E音 是A 然後Y讀成一個長的E音 是E 於是你聽一下 英語是Dictionary 美語就是Dictionary 我提供你為求印象深刻起見 找本英語的字典 和美語的字典比較一下 好